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一种羞辱 就是你是一个外省人来欺负我们 但是问题是 有时候叫他们回去 很多台湾人叫他们回去 他回去哪呢 那他能回去什么地方呢 背井离乡 对 他背井离乡 而且他在台湾也住不惯 比如说我小时候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就看那些眷村的朋友们 他们父母最喜欢 那些父亲最喜欢说什么 就是什么东西还是家乡的 比如说江西的 就叫江西的 我们的同游啊 那叫什么什么什么 就多好多好 然后就台湾东西什么都受不惯 总是想回家 总是想要将来要回去 等到真的开放探亲了 回去一趟 回来 就回不去了 知道回不去了 然后就回来都很沉默 都很沉默 国民党部队从山东撤退的多 因为山东那青岛 当时是最后才 他从青岛海军都走 从东北也撤了不少人 东北的营口也是最后 就林苗 聊起来 有营口跑了两个多人 所以他山东老兵多 没错 你看我上次去台湾 好像邓丽军他们都是山东的 对 林侠山东的 我就上次去台湾 我就感觉真是那句红楼梦 就反任他乡是故乡 捷运上碰见一人 跟我讲山东话 因为我也是山东人 说说当年什么 也对 他的爸爸 也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 哎呦 我那种又熟悉又陌生的那种感觉 我在那碰见王正方一口北京话 完全是北京人 太到了 跟你的北京话一样 我跟他比不地道 你这是新北京话 我是新北京话 我加了好多流流气的东西 他们自证腔远 说的好听 包括吕燕 就在好莱坞那边拍戏的那女的 她也是解放前去 听说你后来到美国 又碰见这么一些 也是当年国民党的军官子弟 我们当时他们在湾区 干了件什么缺德事 倒AK-47 倒军火 那时候美国刚定了AK-47 原来是可以进口 说它火力太强了 比他们警察的火力强 就不许再进口 怪不得拉登们都用这个 结果呢 有一个东方购团 那一帮孙子在塞满岛开进院 后来挣了钱 跑美国去了 有这事吗 当然有事我都认的 专业对口吗 歌手我就不说谁了 因为我媳妇原来是东方购团 当然湾区那有一帮北京孙子 在那开警卫公司 他们想把这拍成一电视剧 专门开一车牵着狗就来了 那天我在山外博住的时候 打一条说 有一哥们那车 我们旁边路上不能停车 说晚上停女院的就行 我说来吧 进来是我们北京一傻哥们 当年那是骗了钱回来 我说这孙子怎么放这来了 就曾总过他表哥家 进来以后 他说我们那拍这么一电视剧 就给我讲了个故事 就是写《甜蜜的试业》那个导演 有那编剧叫甜什么那女的 在好莱坞 也跟着坎儿晃 他们说这帮北京同乡会 凑一笔钱拍这个 他们这 国民党商校在那开饭馆 他们就没事在那待着 咱开机院也能开饭馆 然后美国烟酒火器管理局 来一个探员 秀他们 说谁能买这 AK47 美国不是经常来这套吗 这俩傻逼揭馋了 说我们能搞着 咱就不说中国谁了 勾了中国特别大一个卖军火 特别公司 晕了一船 AK47去了 还火箭筒 运到旧金山去了 但是目的地写的是南美 所以燕尔火箭管理局 这密探 又得秀 他们把这武器运进 进市里才能逮他 因为我在港口 我说过路 我没往你这运 没犯你的犯 这帮傻逼 人家人给蒙了以后 把那枪搁在后备箱 拉进旧金山 去了 夸插就被燕尔火箭 火箭管理局给摁了 摁了以后 当然就开庭 准备审他们 就是国共合作 一个自行蛇在那 国共合作 国民党双向开饭 那饭馆说我们没法开了 天天白人就来骂 你们家是干嘛 还开的挺好的 富人 你说这国共合作 你们碰一块聊天 聊得亲吗 亲 我就跟台湾人 在那跟台湾人 跟上海人亲 跟香港人不靠谱 我不爱听 那是什么烂把七糟的话 对不起 因为香港人特别讨厌 说实在我 我严重讨厌香港人 香港有很多人 你不就是一上人吗 你他们什么太平绅士 你们他们冒充什么贵族 英国贵族怎么了 那他们诺曼公爵去的时候 你们家就是一帮土匪 杀人犯 你们在那搞 你们后来假装给事逼似的 你们假装是贵族 你们在学了他们 我就特别烦这种人 他们完全是鲁迅说的西仔 假装他们俩特洋气 觉得你大陆人特土 去你大爷的 你们他们那帮华侨 在九云山那些地方老堂 你们俩土成什么样了 你们 那他们饭馆脏了 觉得油腻腻的 我当时做小台北 小台北全是台湾人 讲国语 讲古东话 我们那老吃饭 有小饭馆就是一个德哥开的 德哥还帮上盛饭 德哥都特亲切 谁德哥不吹牛逼 吹牛逼的是那些小弟 就我们那有 就越南华侨去那的 越青帮 还有华兴帮 那会整在那挣脱地盘 就经在三国人 通通一种开枪 高中party 互相开枪 因为越南那帮孙子也特猛 他从越南打过仗出来的 然后那时候在高中里 就是帕萨蒂娜在高中 就发生过一次强击案 就是互相不份 就把AK4就冲枪端出来了 就在洛杉矶不有个歪例 山谷大街 那块有好多中餐馆 咱们在那打 咱们不打平民 对 都是欺负到百姓 对 我们互相对应党 我们打我们的 所以经常那块 就我们那经常有警察就进来了 看你们都是什么路子 你们都 因为那你们交水电费 就能买枪 谁都有枪 我都准备买这机关枪 搁屋里面 怎么王老师到哪都能碰见 他到哪都能找这 他组织是吗 怎么我们去美国 一个这种人也见不着 你得住那 你住在卖AK47总部 不是 他那枪店有的是 烧平帽里就有枪店 那是合法的 合法的 美国是合法持枪 我跟你说 为什么美国取缔不了枪 它宪法规定 公民有枪 拥枪 政府臭来劲 拥枪 他有公民不服从原则 对 两亿人民有枪 你政府敢胡来吗 所以你出点刑事案件 这都是小事 不怕这个 你政府 美国的所有的 住室就是限制政府 因为政府权力大 他会太无法无天了 对 所以这是内战 美国是民兵起来的 所以你现在想进枪 不可能 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就 谁也 为什么美国没有入室抢劫 你敢进来打死你活该 对 美国的自治传统 因为 你想想看 美国在独立之前 它就已经是半自治的 一个小社区 小州里面的 这些殖民社区 当时他们就很强的感觉 就是人民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个武器 现在我们常说 国家是垄断暴力 那么他说 我不让你垄断 所以你有枪 我也得有枪 就我得自卫 那么所以现在美国 不是有些民兵组织 这种民兵组织 就是极右派 所谓极右派 就是反对联邦政府的 对 你说这 我想起他们最近 就他的SBI 什么 你不能随便进屋 进屋打死你 你不必量你的牌照 所以你看美国 他们就说 现在聊那大国崛起的 我倒也看了 我倒发现一点 就是所有就曾经的大国 到现在还挺好 还挺牛的 和那种曾经的大国 到后来崩溃了 或者什么的 我倒觉得有一特点 就最后不成了的那些大国 都是不拿人当人的地方 就是泯灭个性 你看所有 你像英国 荷兰 现在也不错 曾经 但是这立国纲领 一说就是人生而自由平等 对吧 公民的权利 不受任何人的侵犯 都是这种东西 好像才能长久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像我就说 德国 日本 苏联 这是曾经的大国 很牛 但它都有这些特点 所有人都得一个模子 没有什么你个人的东西 我跟你说 就是人欲歧视人 人必歧视他 这是一个道理 德国 你看我认为 希特勒他搞的复仇主义 我认为他歧视犹太人 老是说我认为是什么 奥兰帝国的时候 他对犹太人宽大的 16世纪 西班牙有一次宗教 他们原来把犹太教认为是同盟宗教 是不迫害的 后来因为犹太教不承认耶稣基督 是米赛亚 16世纪的时候 不禁止你担任公子 但是沙皇和波兰迫害的厉害 奥兰帝国在19世纪一战前 包括德国皇帝是保护的 他牌游并不厉害 老实说我认为 希特勒牌游有一个很重要原因 他是跟共产党争夺群众 那时候德国共产党 社会民党特别厉害 在一战后期他们是起义的 好多国家是 希特勒出来 他们争夺群众 你必须用最简单的口号 你比如共产党 他是阶级 有钱人是坏人 他说我得了 犹太人是坏人 群众马上理解 这样他就把德国左翼的给搞掉了 对 这是最危险的 所以一个社会 我觉得最危险的东西 是民粹主义 就鼓动群众 对 这鼓动群众就是帮他们 制作一个假的敌人 那人其实也没什么 群众绝对是 要么是暴民 群众绝对不靠谱 人民严重不靠谱 希特勒就是人民选上去的 就是那些所谓爱各种 实际上是民族极端分子 希特勒是他们选上去的 日本东乔营基 他们在中国 是爱国者 在德国就是纳粹 在日本就是军国主义 对 所以就还是他说 那个就问题 谁是人民呢 人民都是一个个的人呢 人民特别容易受 极端分子的操纵 我也挺困惑 因为我也曾经有很长一阵 也给人忽悠 有些东西听起来 当然你也觉得没什么不好 人说比如说胸怀天下 未卑未感冒犹果 我觉得我最近 有点醒过来了 就是说 好比你说未卑 谁给你定的卑 我干嘛就卑呢 我凭什么就卑 是你自卑吧 再者说 喊这种 未卑未感忘犹果的人 这里头可也有 这东挑英机 也有希特勒 也有文天祥 也有岳飞 就你们那天 男人淹那孙子 他有权 他肯定是谁抽烟 我杀了谁 他一定是这人 就我怎么分辨 是吧 我怎么分辨 所以这个独立思考 你看 你看我女儿在美国上去 她是这样的分的 非暴力的 耶稣基督 曼德拉 甘地 还有马丁路德金 这是一流 那一流是谁 斯大林 希特勒 还有咱们的毛格勒 咱们毛东不合适了 毛东三级开 资本主义下说 他就分暴力和非暴力 他按人类历史说 耶稣基督 所以北村冒充什么基督徒 打你左脸 你捂左脸 耶稣基督的爱 我觉得特别伟大 我想想我做不到 就是说 就是爱你自己的敌人 没错 打左脸 把右脸给人家 就是你看 我想要有人害了我女儿 我可以原谅她 我 但是我没法爱她 是吧 我可以不杀你 我也可以让你自由 你毁过就可以 或者你不想我毁过 我可以不复仇 但你让我爱你 我怎么爱你 那太没办 可是问题是 做到那一点之后 那种力量就很大 你比如说像甘地 对 以前那时候 看甘地的那个传记 你觉得最感人的就是 比如说 他不是带着两万印度人 跑到海边 去私採那个盐矿吗 嗯 然后几排这个英国兵 在那边把守 不让他们过去 然后他们这些印度人 就在甘地带领下 是排好队 一个一个走过那个关卡 过一个 那个英国卫兵 打一个打 血流遍地 然后呢 但是打到手软 然后这些印度人 我也不暴力 我就走过去 我就是要走过去 然后我也不跟你作对 我也不杀你 不怎么样 人明明比你英国人还多 结果这个镜头 比如说这种事情 传到英国 就是英国人自己受不了 就英国老百姓看了之后 我们怎么能干这么样的事 我惨给你看 对 他说好假的 看你心疼不心疼 他这种道德力量 能够大到一个程度 就让英国是自己说 我没办法干下去 我受不了了 他士兵会放弃 你看他越 韩战的时候就特别逗 五次战役 我们志愿军不是打回来了吗 长津湖战役的时候 志愿军九兵团围住了美国海军队的两个团 在长津湖冬天 但是我们火力不行 这两个团架着机枪用来打 其中有一个机枪手打最后不能打了 怎么不能打 说这是屠杀 这不是战斗 因为我们这往前冲 他全给扫这了 他打最后自己打到手软 我们不能再打这张了 人杀人是有限度的 没错 你看那个时候 德国打苏联 刚刚进去的时候 有一德国兵后来回忆说 苏联的兵都没枪 没枪 一群人跟团体跑 在战场上 又得往后边多战队 机枪打着 往前跑 那这都没法打了 你知道二战时候苏军多少俘虏 700万俘虏 一入苏境就100万俘虏给圈下来 乌克兰那会儿 起马呢 坦克部队一围 怎么打 他苏联内战时期的英雄 什么元帅 弗龙芝 什么烂七八糟 还有后面 在乌克兰大就和尔小福和弗洛西洛夫 还骑兵 还插把衣服 那个就是德国的坦克部队 那个司令叫什么 他来这你怎么冲 没错 这个兵器差别 你想德国当时进来 就是坦克一条路往前一冲 再往左右一包抄 坦克和俯冲攻杀机 对 他第一次把这个叫 就是不坦 不 路空协调 打这个 那时候 你看 咱们关系那军校 我们军校都是带部队的 你这样 你一个军官要学 这个团进攻 那是有部队配合你的 有连队 有坦克 当我们这个不空协同少 所以我说 你就说这教育对人影响 你看他小时候是军事训练部的 他知道的内情多 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 给我带来一什么噩梦呢 就是说 我到前两年 说宣传抗日战争的那时候 我才明白一个那么幼稚的道理 说原来打仗 这是要比兵器的 要比国力的 要比实力的 因为小时候感觉 就像现在有电视剧还拍呢 拿着三根缩镖锥子 拿着三把大盖的日本鬼子 哗跑 然后蹭扔出去 给日本鬼子穿一透心凉 我一直觉得那么打日本鬼子的 我到现在才知道是要算经济账的 建国神圣我去过 日本死的每一个人都在上头 就240万人 从他们明治维新到现在 你看我们统计他的死亡人数对不上 那怎么 那是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每次打一仗 完以后部队报 打了多少人 我们你看我们报的是 我们在看场上兼日军52万 那国民党部队报的更多 你比如说台湘庄我们报就是1万多人 那国民党那边报都十几万 平行方我们原来一直说3000多 其实就1000多 所以咱这民族可是惨烈 一般都是间低8000自损1万 所以日军在抗战中 大概我印象里在台平战争前 大概就18万 跟国民党正面战争都算上 伪军我告诉你 伪军说我们抗战中 揭灭了150万伪军 伪军说在你看汪伟投降的时候 华北中共就20万美金 因为国民党投降这么多部队 南兵政府就那么点伪军 迷迷都让你揭灭了 你这都瞎说呢 这王老师可以写军事史了 因为我们看的都是军事的原始的 那毛泽东发的电报 你先弄 咱先走一广告再电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八路军刚停 文道有什么感慨 我就说小时候 比如说我看那种关于抗战的历史 什么 不过我就以前从来没听过 这个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 真的 蒋介石说 不要摸瞎我们 多小在后方 也起了点坐 我说我小时候 我没听过 没听过你知道吗 咱们互相都说对方没来着 就是那样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家里头或者是眷村里头 或者学校里头教的都是 共产党干什么 共产党就是扯后腿的 勇而不及 勇而不及 说仗都是我们国民国军打的 都是那么学的 但是其实中国人都很像 我就像我那天听他说的 这孩子们 你看他挺纯洁的吧 你看他在同样的军事气氛下长大 议论的都是 你知道国民党的部队叫什么 叫国民革命军 对 北伐的时候 那是俄国人给训练的 后来苏联元帅也是在远东当司令 后来肃反给枪毙掉的 在我们这边叫加伦将军 他皇后军像完全是俄国人装备的 北伐的时候 说湖南别吹牛逼 乡军打仗不靠谱 是吗 不是说湖南人不要命 见他们的贵人 他们在北伐的时候 他们叫第八军 打的 唐生志就是湖南人 你守南京守住了吗 瞎了吧 你们 湖军要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曾国藩我一话压死他 满洲加奴 满洲加奴 当然了 我是满族人 你不是满洲加奴是什么 太平天国 一个天国 太平天国你知道死多少人 死 七千五百万人 中国那时候才四亿人 死的比第二次世界战都多 太平天国这帮四人是乱杀人 你将军没杀人 我看里头至少有三千万是你杀的 所以甲午海战是谁打败的 淮军 李鸿章 那部队 你们吹什么牛逼 你到天宁去办教务案 曾国藩傻了 曾国藩叫曾剃头 曾屠夫 你们他妈的装什么名将 你还不如彭德怀 彭德怀带着联合国军在美国 在朝鲜 韩国人也是吹牛逼 说实在的 南韩叫什么 集团军完全打垮了 他不跟美军混合编队 没法打 北韩叫美军完全打垮了 人传登陆 所以齐一半个团杨宇才一个牌就给你俩台湖团部给打了 那你觉得中国人牛的将军是什么的 彭德怀是牛逼的 刘伯诚是牛逼的 刘伯诚是苏联刘苏的 林彪是精算师 他打仗前他是把所有鞋都算好了 所以他打的全是占便宜的仗 他没说贵 说他跟彭德怀不一样 彭德怀是打勇仗 他有这个勇劲 但是说实在朝鲜到最后为什么不打运动枪 第四次战役他没准备好 毛就飞让他打 他就一路打回去 结果李其威那时候刚来 那时候第八军范尾里头翻车死了 李其威来先坐飞机侦察 说这共战军怎么打 七天就停 我正跑了跑 他不追了 后来说咱这飞机给他补给钱怎么没炸断 后来发现他背着粮食和子弹 打到第七天没子弹没粮食了 所以只能停 是这么回事 李其威就是101空降师师长 在跟巴顿打德国的时候 被他们围了 在什么战役里 德国人让他投降 他说我不说的 在荷兰 特别猛的美国将军 然后建军彭说 我们还得准备一个月毛 说你一战给美军赶进海去 集中了他们十个军去 李其威说咱先撤 一直把撤到37度线 汉城都丢了 撤到第七天 坦克机武车 混合编队沿着公路 全线反击 他们家没子弹了 你跟他讲这乐的 雪白雪红写的就是这个 对 我们学写的是东北的字 美国还出一本书叫漫长的战斗 讲长沿战争 我说的好多美国军兵都不打 人们不打军法从事 军法从事我也不能打 这是屠杀 把战军全打三刀两边 删上去 结果38军在汉江南 但是阻击 就咱们说那187师189师 整个一个师将给围了 他就是因为要运有7000伤兵 他就为了掩护这7000伤兵 结果就被美军的快速都给打过去了 加上空中优势 咱就不好说了 最后有一军长就骂操 他们打了什么基本上 军找不着师 兵团找不着军 然后整个38军的汉江南 基本都会打光了 所以他们都疯了 结果美军过了汉江插带给政军总部端子 正好赶着国内来一个预部队 他也不敢伸入太深就停了 否则 金日成同志 彭农卫同志 他都把他当了苏罗了 王老人怎么不写本战史 那也都写过 你说的这些全是合法出版物理 公开的 过去有人写过 就三本书叫黑的血 什么讲 就讲 讲的是朝鲜的五次战役 我妈妈是抗美援朝去的 我妈妈是那时候三军一大 紧急训练完了去了抗美援朝 当然去的时候 主要战役是打了 我三年 差点像美国飞机炸死了 美国飞机员 下桌太弯不住了 有点开心 有点开心 有点开心